为了做出传统的甘贵 七十多岁的老板娘 尽管年纪大了 她还是坚持晚上开工 吹蒸八小时之后 半夜两点起床 关掉炉火 把热腾腾的甘贵放凉 老板娘说 从开店到现在 四十多年了 她从没有睡过一夜好觉 就算遇到寒流 也不能躲在被窝里摊睡 用睡眠品质 换取食物的品质 当然这样的用心 顾客也感受到了 每天不到中午 摊车上的两柜 全部被抢购一空 屏东恒春 国境知难 一大清早 微凉寒意 吴妈妈还在整理身材工具 准备出门摆摊 已经有顾客迫不及待 上门催促 她家的柜很好吃 超软超Q的 就超好吃就对了 每次来都买不到 所以我以前来摆 有哪买摆 还没摆摊就已经开市 每当逢年过节 或是遇上祭拜庆典时 减贵就是这么抢手 吴妈妈的儿子 有保容推着摊车 六点半前一定得就定位 分装着酱料 才要坐下来偷闲一下 客人就上门 打开锅盖 减贵像是一个大蛋糕 虽然没有华丽的奶油或水果装饰 但实在的油葱古早味 养大了一群死忠顾客 再快一点 小时就吃着吃几十年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口味 送人啊 说好吃啊 有时候都买多少啊 有时候都买100800这样啊 这去都送人啦 这多少 一斤 一斤 六斤 飘香四十年的减贵 也是好多恒春儿女的回忆 就算现在住得最远 每次回到故乡 总会来买一份怀就位 我们在这在地啦 就这样啦 说吃这个对对对 阿嬷刚刚在我们的队面 那小小小小小小那样 那小小小小那样 都吹 我们早家也都把他倒 倒在那里 那在外面 阿婆阿婆阿婆的减贵 阿婆阿婆的减贵 油葱减贵 大一大乘弹 一刀分贴 内用铲子放到塑胶袋里 趁经润两脉 老恒春人的澎湃早餐 每天限量两个桂盘 生意好的时候 还没有中午就被分食一空 儿子还在摆摊的空档 我妈妈回到家里炒制油葱 干锅内放入肥猪肉 逼出满满猪油 捞出肉扫 加入红葱头 厨房顿时烟雾弥漫 有如人间仙境 但对吴妈妈来说 可失险净 没有食籠 食籠如果像油很多 也会渗透出来 不行刷杠的吗 不能浸辱 等一会儿 它会没滚出来 油葱爆到胶黄上色 再一下虾米 不能用虾皮 主要是怕鹹粿的色澤太過鮮豔 這裡的關係就是都吃了 我們切割咖啡色的鮮 紅的人會給你問 你這個像什麼紅紅 你還可以常適合吃完 對 現在人也是聽得對 攪拌 加醬油 控制火候 吳媽媽回想39歲時 母親就她一起做粿 賺錢養家 沒想到貴婦已做40年 過去這間紅紅 不是說像現在這麼好 是我做到海角七號來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這間紅紅紅是沒人來的 如果有人來 如果由恒春來 這間就是有人要吃 海角七號電影大賣 帶動恒春觀光人潮 吳媽媽生意好到無法喊咖 在高雄做水電生意的兒子 游保榮被媽媽召回幫忙 游保榮把油蔥加入滾燙水中 等待溫度對了趕快注入白色的再萊米漿 順時針 逆時針轉啊轉 充分攪拌均勻 再萊米黏住油蔥好料 這一鍋越來越濃稠 在外鍋注入水就可以蓋鍋吹蒸 十年下來水電工阿林 早就化身為進得了廚房的貴公子 天回來也是污染 然後媽媽一個人在家 也就回來幫忙比較好照顧 因為照顧媽媽的 對 在外面工作也是大熱鍋 四熱鍋 也是都很辛苦 對 都一樣 淘米 洗米 吳媽媽用古早的做櫃方法 取用一年以上的在萊米 這個在萊米是算定米 定米它可以透水 若煮米它就是不行的 它還要重溫 頭上去先買一個 這樣就很多了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越增加刷越多了 生意變好了 母子倆分工合作 把櫃做大 再來米洗好了 油保榮把它磨成米漿 吳媽媽在一旁削芋頭 爆芋頭絲 讓油保榮增一座第二樓櫃 加芋頭 然後再攪拌 比較濃稠的 再加米漿 靠著蒸氣來蒸桂 外鍋每四個小時 就要添加一次水 一蒸八小時 等於夜半兩點 一定得起床工作 遇到寒流來襲 得靠意志力 鬧鐘和生意時鐘苦撐 而一旦睡過頭 就是悲劇了 就是現在 如果要好去睡 差不多八點 天氣天氣 你自己去睡 睡時間到七點 差不多十二點 兩點還是兩點半 你就要起來 如果睡過頭 你這就是要沒水 睡過了嗎 對 睡過了差不多 對 睡過了 對 睡過了 對 睡過了 為了做出傳統的古早鹹粿 我媽媽四十年來 從未一夜好眠 雖然睡眠一再中斷 台灣最難端的鹹粿好味道 卻不曾間斷 對 睡過了 對 睡過了